剛剛看到一顆兩公分多的腫瘤 那這是我剛時候大腸鏡做進去的這個檢查結果 可以看到就是 比較旁邊這個比較光滑的是正常的腸道黏膜 正常看起來應該要長這樣 那應該可以看到就是這邊這一顆 凸起來然後表面凹凸凸 不太均勻 而且呢它其實中間有一些比較凹陷的地方 然後而且呢它也沒有說像旁邊正常黏膜 有一些正常的血管分布 其實它這個白白的就是血管分化都已經不好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在光在大腸鏡底下 其實就覺得它應該是大腸癌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都在按照古蹟的標準 就是都有做切片 然後送去給病理科化驗這樣子 那最後我們病理科也證實它是一個二性的腫瘤 是大腸腺癌 那是中度的方法不全這樣 所以這個病人就 診斷完之後就回來門診 那有再安排一些後續的檢查 包含電腦斷層等等去做一個詳細的分歧 那後來轉接到外科門診去做開刀的動作 那目前就是持續的帶來門診治療 追蹤治療中 為什麼大腸癌重要呢? 其實我們根據110年 衛生福利部它就是官方的統計結果 就發現說癌症啊 其實是我們十大使因的第一名 而且這癌症已經產年非常非常多年了 而且呢在這個癌症當中 我們的大腸直腸癌相關的這些癌症 其實是站在前三名的 他也都是 不管是在男生或是女生 他其實都是名字非常前面的 所以不管男女其實大腸癌 隨著年紀增加風險都是提升的 就是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隨著年齡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大腸直腸癌 他的風險是隨著年齡再往前跑的 那大家如果說都有在看新聞 應該就是時不時隔個幾年 就會看到有些說誰誰誰 然後因為大腸癌過世這樣 那我去Google上面就是找了一下 就發現有一大堆名人 都是因為大腸癌過世 然後我覺得大家應該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像是諸葛亮啊 然後賀一航這樣 啊我覺得比較震驚的是 就是於天他女兒於怨期啊 因為他那時候過世的時候 其實不到十十歲 他三十幾歲就被診斷 而且一開始發現其實就蠻默契 所以後面都一直反覆的 就是在住院啊治療啊化療 然後復發這樣子一直反覆的 就是處理 然後其實也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的病況實在是不大好 這樣 那有什麼樣子的病人 容易就是罹患大腸癌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年齡的增長 所以就是如果五十歲以上 其實風險是大幅提升的 那再來第二個是家族史 如果說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或是子女 尤其是董植是血清 你知道他還有就是大腸疾患的病史的話 其實表示你自己的風險也是較高的 那再來就是如果說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相關的病史 比如說你就以前有做過 知道有洗肉的 這個一定要追蹤 然後或者是說你有一些發炎性的腸道疾病 其實這個都是之後會長出大腸癌的一些高危險群 那另外一個跟就是生活習慣比較有關係的 就包含了你的飲食比較不好 就是大家好吃的東西不要吃太多 像什麼燒烤啊油炸啊 然後大家什麼壓力 大家就想要吃一些熱測食物 大家都知道這個其實大概跟大腸癌都有相當高的 就是滿有一點性量 那再來就是如果有抽菸喝久的這些病人 也是比較常見的高危險群 還有就是大家如果說缺乏病息 缺乏運動或者是比較肥胖的話 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已知 比較明確的跟大腸癌相關的一些危險部分 那有沒有什麼症狀可以暗示我們說 就是我可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應該要快來尋求醫生的幫忙 首先就是如果你的排便習慣改變 就譬如說你本來一天一次都很正常 然後你突然開始很容易便秘 或是很容易拉肚子 這個就叫排便習慣的改變 就是跟你原本的樣子不大一樣 的話就可能要先注意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如果大家上完廁所之後 記得要觀察一下我們馬桶裡面 糞便的樣子 就是如果有看到有血絲 或是甚至是血便 整個都是紅的 或者是有黏液 這個可能也是有問題的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容易肚子痛啊 或者是常常就是肚子很脹很不舒服 然後想要大便也沒有辦法大出來 或是老是覺得大不乾淨的話 其實這個可能都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說你就最近也沒有想要減肥 但是你的體重就一直往下掉這樣 那這個可能也是需要趕快來就是門診就醫 那可能醫生討論是不是有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大腸癌其實早期是沒有症狀的 就是大家可能剛剛講的這些症狀 其實都要到比較後面才會發現的 像一樣是新聞啊就是有一個有名的漫畫家說 他大腸癌發現的時候就已經是第四期 就是我們講的末期 那而且他很有趣是因為他 他說他是因為他通 他的朋友發現他怎麼感覺臉色特別的蒼白 他自己其實都沒有不舒服 然後就跟他講說你這樣不對 趕快去檢查後來才發現的 那早期診斷跟晚期診斷差在哪裡呢 差在你能夠活多久 可以發現的是就是如果是第零期或是第一期診斷的大腸癌 他其實五年存活率都有高達90%以上 就是我們如果早點診斷早點給予四期的治療 其實大腸癌真的是可以痊癒的 很多門診的病人都是追蹤什麼十幾二十年都沒有復發 可是如果到了第三期第四期 尤其是第四期齁 你才被診斷的話 你的五年存活率就只有15% 其實可以看到他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去做篩檢的動作 所以篩檢就是希望在沒有症狀的時候 早期的幫你發現 然後早期的去做診斷跟治療的動作 那目前我們台灣的話 是國健所有在推行啊 就是我們是用這個定量免疫法的糞便前行檢查 從2004年開始做推行的 他是利用了我們這個國民就是 煙品健康福利捐這個款式 來補助50到74歲的民眾 每兩年做一次篩檢 為什麼是50到74歲 是因為剛剛有講 工險因子第一項就是年齡 年紀50歲以上會這樣 工險會增加 工資補助到74歲是因為 跟平均與病的關係啊 就是希望就是補助到最需要的這群人這樣子 那他做的方式是利用抗原抗體去檢驗說 我們大便裡面有沒有含有紅蟹球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好處是就是 如果大家中午有吃什麼豬血啦 鴨血啦 這些含血類的 其實到最後到 糞便的時候是都不會被驗到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些胃氧性的問題 不會因為就是要做檢查 所以要去跟病人講說 你什麼什麼東西不能吃 或是你什麼什麼藥不能吃 那剛剛講的50到75歲是一般的 一般的族群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是一些比較特殊族群 比如說剛剛講的 具有大腸癌家族食的人 他其實本身風險是高的 所以通常會建議就是要把 3X的時間往前 就是從40歲開始就要做 而且是直接去做了大腸鏡的檢查 那就是不用驗大便 其實你有家族食可以直接 來跟醫生說 我是不是可以 就是直接安排大腸鏡的檢查 那另外下面這兩個 是有一些遺傳性疾病的分辨 現在20到25歲 或是10到12歲 就開始就是建議要做一些 大腸鏡的篩檢 它是算是比較特殊的毒群這樣 那如果說今天好 我去驗了 然後結果報告回來跟我講說 你翻面前寫陽性 是不是代表我就診斷大腸癌 其實也不是 就是所謂的前寫就表示說 它是眼睛看不到的 所以你在馬桶裡面 你不會看到說你的大便是紅色的 但是它有一些少量微量的出血 是我們機器可以驗得出來的 那這些少量微量的出血 除了來自於腫瘤之外 其實包含了像是痔瘡啦 大腸食肉啦 或者是腸道有些發炎的情況 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微量的出血 統計起來大概 如果是前寫陽性的病人 大概只有3% 最後會確診大腸癌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做大腸癌進去 會發現有3到5成 會有大腸食肉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大腸線瘤的部分 那為什麼大腸線瘤這個很重要 是因為它其實就是大腸癌的前身 如果我們這一顆食肉啊 就是從我們黏膜開始異常整身 然後會產生這個線瘤性的食肉 它就會這樣子慢慢的開始長大 那長大之後呢 如果說它有一些細胞發生了就是病變的話 如果是嚴重的病變 其實它就會慢慢的發展成是一顆腺癌 你如果前面這邊都不管它 它就是隨著時間過去 它總有一天會走到後面變成癌症 然後甚至是就是 或是蔓延出去變成是清洗性的癌症這樣 那所以如果說可以透過就是 我們早期的去做一些篩檢 做一些大腸鏡的檢查 然後發現有小洗肉的時候 就先把它解決掉 那就可以避免說後面被 再發展成大腸癌 那接受完第一次大腸鏡之後 我們會根據就是大腸鏡做出來的結果 去建議病人說 你下一次做大腸鏡的時間 大概是什麼時候 那如果說都做起來都沒有看到什麼洗肉的話 可以就是大概隔十年再追蹤 那如果是一到兩顆小的洗肉的話 可以大概隔五到十年 然後如果是小於一公分 三到四顆洗肉的話 可以大概三到五年再追蹤 那如果洗肉量比較多一點點 五到十顆或是它大於一公分 或者是我們送病理組織化驗 發現它的就是分化比較不好 或是有些融化一樣的變化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要短一點點 大概是三年左右 就應該要來做一次大腸鏡 那如果是大於十顆腺流 就是裡面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腺流的話 就建議隔年就應該要再來追蹤這樣子 可是這個前提是說 我們病人的大腸鏡的腸道準備是好的 就是腺藥喝完之後 就是我們坐進去看到 就是都沒有什麼大眼 清得很乾淨 然後再來就是說 檢查時間就是也確定說都是足夠的 而且我發現了所有腺流性洗肉都有被移除掉 所以其實每個病人都應該要跟就是醫生討論說 他確切的追蹤時刻是多少 那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說 如果醫生有跟你建議說 你兩年就應該要來 那就是記得兩年就要來做 好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目前 國健署的這個大腸癌篩檢的發可病座 首先就是其實蠻多健保特約 特約的醫療院所包含了衛生署 或是像本院其實都有幫助這個大腸癌篩檢的服務 只要拿著健保卡去到這些指定的院所 然後跟他說你要拿去大腸癌篩檢的這個裁便管 然後拿回去之後呢 就是在家裡面做裁檢的動作 那裁檢的方式的話就是 首先你要在外面寫上你的姓名裁檢日期跟時間 然後把蓋子打開 那在馬桶內就是可能用衛生紙接這樣子 那就是解便完之後就是用這個上面這個 蓋子轉開之後它會有一個刮取的棒子 那這個裁便管就是把它刮一點分辨下來之後 再把它轉回去 然後最後把這個我們採好的檢體之後 就是送回到醫療院所 然後醫療院所做完檢驗之後 會再跟大家回復報告 那如果提到說就是有分辨檢驗養性的話 就是請大家就是進出到 胃腸科的門診就有診 以上